水蜜桃外頭包著泡棉套 根本看不到裡頭有沒有爛 櫻桃可能是新的 舊的 酸的 爛的 都混在一盒裡頭賣 小番茄打開 上層OK 裂果的 甚至發霉的 竟然藏在下面 類似的狀況 你我可能都遇到過 來聽聽一個有良心水果達人的 真心頗白 就是看底下是否有積水 因為有積水的時候 就是表示說它裡面已經有壞掉的 它才會有積水 我們盒子拿起來一看就知道了 水蜜桃真的是怕壓 就算輕輕捏一下 兩個小時就變黑 又想買 又怕受傷害 怎麼辦 水果不方便讓您碰 沒關係 請老闆來拿 您來驗貨 最好是打開包材來檢查 確定OK 當場撞香 應該就不會有爭議了 比較麻煩的是 風景區或產地 通常會鼓吹客人買整箱的 幾集的水果 單價差多少 您不可能比生意人精明 品級比較好的水果 像是水梨 蘋果 還有哈密瓜這些 當然是越大顆越值錢的 不過有部分業者 會用品級比較小的水果 裝成一箱 一樣用大顆的價格賣給您 損失的當然就是消費者了 不少風景區的生意人 就是看準遊客就算吃虧 也不可能大勞員跑回去退貨 萬一發現業者不許挑選 河底有潮濕滴水現象 禮河裡頭多層堆疊 包材過多都要謹慎 另外找有固定店面的店家買 也肯定要比攤車或攤販可靠些 記者彭志明 蔡小剛 龔玉德 台中報導